第551章下面,夜言独闯仙人到场,却无人敢阻,威武,霸气,万和仙人的弟子们虽然不甘之急,可见时过了夜言一拳将古峰回打败,也将他们的信心和战役打得崩溃,皆只是看着而不敢动。 完了,今天万和仙人要被一名凡人羞辱了。 明明弟子上千,却无法阻止一个人,这真是奇耻大辱。 不过,无论这人去哪位仙人的道场,都应该无人可阻吧。 连古峰回都败了啊,讲要阻止他,若非仙人出手,要么就是清仙宗的那些未来仙人了。 不错,能够成仙者,战力必然远远超过同境界,哪怕在凡人境也有无敌之姿。 另三名仙人的弟子反正看热闹不闲事大,还有心情在一边议论着,让万和仙人的弟子们脸色更加难看了。 呵呵,很少见到这么强的后辈了,一声朗笑中,只见一位白衣飘飘的中年男子从天空中飞落下来。 唯有翅膀,这是纯粹的肉身飞行,夜言不由地谋自意景,仙人,只有仙人才能飞行,亦是仙人最最明显的标志。 待见万和仙师,顿时,所有人都是跪下行礼,便是令三名仙人的弟子一不例外。 仙人,长生不死,无所不能,自然高高在上,主宰一切。 夜言则是打亮着这位万和仙人,那名音差不算的话,这是他见过的第一位仙人。 这就是仙人,夜言看着面前这个中年男子,据说万和仙人至少活了百万载,这确实是一个远远超过九阶凡人极限的数字。 都说仙人长寿无疆,看来应该是真的,夜言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仙光,蕴含着无穷的生机。 这样的存在绝不可能出现生机衰败的可能,好像得到了天地赐福似的,不老不死。 但不灭吗?仙人可以杀得死吗? 夜言突然十分好奇,世人只说仙人强大,可仙人亦有九个等级之分,据说等级还十分森严。 那么,九阶仙人对上一阶仙人,一阶仙人自然必败,可能够杀得死吗? 杀得死的话,那仙人亦不过是强大一些罢了。 见了仙人,还不跪下,见夜言凹力不贵,众人默不齐齐呵斥,便是另外三名仙人的弟子都不例外。 礼敬仙人,这是根植于每个人骨髓中的。 任喝骂声滔天,夜言却只是淡淡地看着万和仙人,继续观察着。 万和仙人亦在观察夜言,心中涌过诸多念头。 之前庞老祖向他禀报,似有人要暗算他,而且庞杀也确实死得古怪,他都是不敢大意,特意寻找了一番。 结果呢,白紧张一场,哪来的暗枪? 但现在,庞老祖全族被杀,一名年轻人却是走到了他的面前,明明只是肉身烦胎罢了,却完全没有一点距异,让他费解。 莫非,真有一个针对他的阴谋,现在打出了第二招。 但是,先对他仆从的后人下手,再灭他仆人全族,最后弄一个凡人跑到他的跟前,这算啥哪门子的招数。 他毕竟活了百万年,甚至更久,哪怕成仙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享福,但仍是见多识广,经验老辣,瞬间想过几十种毒辣的手段。 越是想得多,他的心就越是沉重,而面前这个年轻人也仿佛变成了一条毒蛇,随时可能责人而逝。 敌人越是是他已弱,那藏着的手段就越是可怕啊。 万和仙人常常地吸了口气,平息下所有的情绪,既然敌人还没有显露身份,只让这个小卒子打前锋,那他就来套套话。 你叫什么?他淡淡问道,显得从容不迫,但内心细却是丰富无比。 叶炎微微一笑,我叫叶炎,叶炎,没有听说过,敌人狡猾,自然不会让他通过名字了解来历,没事,我只是随口一问,用意识在麻痹你,让你失去戒心。 万和仙人继续着他丰富的内心细,淡淡道,你从何处来? 叶炎想了一下,才道,下面,他不可能吐露自己来自下界,但也不想胡周,便以下面来代替, 这其实也是大实话了。下面,万和仙人则是一愣,下面是指太阳城吗? 不可能的,不会如此简单,那么,下面是哪? 呲,不会是地府吧?他们仙人虽然跳出了生老病死,但并非不死的,被斩了三魂七魄照样会死, 而仙人还有一个大劫,便是万年一次的生死劫。 若是无法度过生死劫,那一身修为进化流水,直接魂飞魄散, 自此消逝于天地之间,连魂归地府都无法做到。 而且,生死劫一次比一次可怕,仙人若是一直固步自封,不提升自己实力的话, 那终有一天会被生死劫磨灭。 可不是每个仙人都能锐意进去,勇往直前的,那怎么办呢? 兵解肉身,成为鬼仙,进入地府,鬼仙只能活跃于地府之中,看似比之仙人差了许多, 但那是真正的永生,只要不得罪了地府之主,便永不会魂飞魄散。 万和仙人其实活了将近两百万年,虽然用了种种手段, 度过了一次次生死劫,却一次比一次吃力。 再一次,他可能就过不去了,所以,他暗暗使用了阴魂香, 试图与地府联系,待他主动兵解,可否在地府中某个好位置? 现在他活着,还有资格谈谈条件,可兵解之后呢? 那可没有任何筹码了,可阴魂香烧了, 却不见地府的阴差出现联系他,现在页言一句下面, 直接让他浮想联翩。 难道,页言便是地府来的代表,可为什么是个活人吗? 是为了方便行走,不把人吓到吗? 万和仙人脸上不动声色,可内心戏却是丰富得吓人, 他在看页言,此人淡定,从容,完全不像是凡人在面对一位仙人。 地府使者,不错,他的态度,他的话莫不再说明这一点。 地府现在不流行与阴魂相沟通啊,都用活人当代表了。 也好,面对面交谈更加方便,而且,活人跟活人也更好谈条件。 原来夜道有从那个地方来,失敬,失敬,万和仙人突然展开了笑容, 如春风一般和煦。 众人,见鬼了啊,第552章音插线,大部分人说到仙人, 脑海中的印象是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心善人好。 呵呵,那是凡人美化的,真正的仙人, 其实也是从凡人一步步修炼上来的, 有七情六欲,与凡人并无区别。 所以,有的仙人高傲,有的仙人试杀,万和仙人是那种和蔼可亲的人吗? 不是,他不苟言笑,架子十足。 然而,现在他居然对一名凡人如此客气, 甚至还是在这名凡人几乎挑翻了他到场的前提之下。 多诡异的事情,一言也有些莫名,这位仙人是什么情况。 他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情绪波动,变化复杂, 但怎么也无法猜到对方具体想了什么东西。 既然你以礼相待,那我也客客气气。 万和仙人,我是来调查一件事的。 他开口道,夜道友尽管说,万和仙人心中逆领,调查, 我的背景吗? 呲,这是要重用我,才需要调查我啊。 他一脸的严肃,我一定配合, 众人都是集体犯晕,这真是万和仙人吗? 你的架子呢?对方可只是一名凡人啊。 一言点点头,我怀疑你有两名弟子在炼制替死魂,残害无辜百姓。 替死魂,万和仙人只是微微一想,便立刻闪过替死魂的信息。 只有凡人才需要替死魂,因为只有凡人才会有兽缘耗尽的时候,到时候阴差就会出现,将人的魂魄带进地府,一生前的善恶进行审判。 殲人兽缘无限,哪怕肉身死亡了,魂魄也可以夺赦重生,除非主动兵解成鬼仙,否则便不归地府管了。 他自然不需要替死魂,只是有些了解,一言来过问替死魂的事情,他果然是地府的人。 迟垂了,尽管对方只是一名凡人,却相当于地府的钦差啊,能够得罪吗? 万和仙人心中暗喜,如果来的真是一名阴差,那他可以给对方什么好处呢? 生死相隔啊,但活人就不同了,他可以贿赂对方,那叶言自然会给他美言了。 等等,这替死魂事件是不是地府对自己的考察? 必然如此,那自己定要好好表现。 万和仙人内心系丰富,但让人嘖嘖稀奇的是,他的脸上却毫无一丝的变化。 依然笑容热切,道,叶道友怀疑是我拿两名弟子涉案,我绝不会顾西包弊。 蝉鱼冰,马金玉两人都要晕倒了,这真是他们的师尊吗? 什么时候师尊这么正直了? 不好,真要神起来,他们有可能在一位仙人面前守得住嘴吗? 不可能的,他们都跟随了万和仙人万多在,自然知道这位师尊的手段有多么可怕。 要是对自己用刑的话,生不如死,自己铁定扛不住。 跑,两人互相看看,都是悄然而行,你们想去哪里? 叶言身形一动,已是拦在了二人的面前。 叶言,你欺人太甚,马金玉私生叫道,柴鱼冰则要狡猾一些,向着万和仙人跪下道, 师尊,此人血口喷人,污蔑我们,还请师尊明鉴,不要上了他的当。 万和仙人都活了两百万年,怎可能被他一句话就挑拨了, 况且他现在对叶言地府使者的身份深信不疑,满心都是如何讨好对方, 更不可能为禅于兵所动了。 原来真是你们,他哼了一声,心中冷然,他想去地府认叉, 可门下弟子居然已替死魂蒙蔽阴叉,这不是在坑他吗? 等他进了地府之后,阴差跟他秋后算账,他还能怎样? 还好,揭露得早啊,柴鱼冰一见,知道师父已经动了杀心, 哪顾得上其他,纵起身行就跑。 万和仙人冷笑,在他面前还想跑,无知,他伸手一按, 柴鱼冰的身形在篡动,却突然暴碎成了一盆血雨,顺死当场。 马金玉见状,吓得跪了下来,一个禁地磕头,师父饶命。 师父饶命,砰,就在下一个瞬间他也化成了血雨。 你们记住,为师岁最痛恨的就是残害无辜百姓的人。 万和仙人一脸的痛心疾首,向着其他弟子训斥道。 仙人高高在上,凡人的生死与他们合肝, 众弟子都是富匪,但当着万和仙人的面拿赶表露出来, 莫不恭敬英事。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今天的师父太不正常了,人死,地府的大门突然打开, 一条黄泉河流敞而出,一艘独木舟画出, 船上站着一名带着斗笠的船夫。 地府的阴差都是同一个人吗? 叶岩好奇不已,看着这名阴差把马金玉, 缠鱼冰两人的魂魄打捞上了小舟, 但无论他动用什么手段亦无法看透斗笠。 呵呵,又是你, 阴差原本机械的作者是, 好像木偶,好像傀儡。 但目光扫过叶岩之后, 整个人突然变得灵动起来, 好像真正的拥有生命一般。 见过前辈, 叶岩攻身行礼, 这名阴差至少也是三阶以上的仙人, 而且也不知道活了多少亿万载, 当得起他称一生前辈。 阴差笑了笑, 却让人寒毛直竖, 感知都要犯出来了。 你很有意思, 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 说吧, 小舟已经在着他进入了地府之门, 黄泉也倒流而入, 门户便立刻消失了。 万和仙人倒抽凉器, 他是仙人, 自然是可以看到阴差的, 但也正是如此, 他才浑身都是一哆嗦。 凡人是看不见阴差的, 可夜言却看到了, 这说明什么, 地府使者, 更加实锤了。 而且, 他见多了人死的场面, 其中不乏自己的子女, 但当阴差来拘魂的时候, 无论他如何求情, 阴差又何曾说过一句话。 阴差只会机械地之行 带魂破进地府的差事, 没有情感, 甚至都好像没有智慧, 除非遇到阻拦, 阴差才会出手。 据说, 阴差相当于四阶仙人, 不算强的离谱, 但是, 阴差若是不敌, 地府门大开, 会有更多的阴差化着独木舟出现, 和战敌人。 境界差距太大, 数量无法解决, 摆明阴差合一, 便可提升一个大境界, 也就是说, 摆明阴差合一便是五阶仙人, 万名合一则是六阶仙人, 一名阴差合一便是八阶仙人。 要知道, 九阶仙人被称为先帝, 八阶则是先王, 别说先帝了, 哪怕是先王, 都可以占据无穷无尽的地界, 全是大德无边。 但这样的强者呢, 数量少得可怜, 所以, 谁敢阻挡阴差, 尖王都要隐恨的, 可现在呢, 阴差居然活了过来, 还跟夜言言谈甚欢, 阴差都笑了啊。 呲, 夜言在地府的地位应该也极高的吧, 否则怎可能让阴差都特意开口说话呢? 你该不会是地府之主在先界的私生子吧? 万和仙人的内心系达到了巅峰, 第553章九大神藏, 谁能想到, 事情尽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明明是夜言杀到门上来, 逼死了万和仙人的两名弟子, 可万和仙人却不但没有生气, 反倒主动出手灭杀了自己的弟子, 与夜言相谈甚欢。 如在梦中啊, 今天的万和仙人真的撞鬼了, 万和仙人音音相邀, 把夜言请进了宫殿之中, 送上香茶款待。 这不是普通的茶, 而是万载才能收割一次的普林茶, 即是难得, 便是万和仙人平时都不舍得喝。 可现在他不但拿出来款待夜言, 还因为夜言赞了一生, 便把所有存货都送给了夜言。 这怎么好意思? 夜言推辞, 不值钱的, 夜道友不必放在心上。 万和仙人笑道, 他若是冰结便是鬼仙, 而鬼仙是没有肉身的, 自然不可能享受到口腹之欲了, 所以, 这普林茶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如用来巴结地腐食者。 夜言也确实觉得这茶不错, 喝一口, 体内的法力便自行淬炼起来, 杂志排出, 变得更加精纯。 这可以节省他太多的修炼时间了, 不愧是仙人, 大方, 不过, 他跟万和仙人非亲非故, 对方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呢? 甚至, 都可以称为巴结了。 噢, 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夜言心中想道, 可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反正一切都是你自己脑补的。 万和仙人, 我想请教一下, 人体神藏究竟是哪些? 他问道, 既然都有一位仙人在面前了, 何不趁机探问呢? 你是地府使者, 需要向我讨教。 万和仙人一想, 恍然了, 地府都是鬼仙, 肉身都没了, 哪来的神藏? 反正这些在仙人的圈子里都是常识, 也没什么好自真的。 他道, 其实人体内的神藏远远不止九处, 但九大神藏的修炼体系流传最广, 变成了正统。 九大神藏分别是心神藏, 肝神藏, 皮神藏, 肾神藏, 胃神藏, 骨神藏, 血神藏, 肉神藏, 皮神藏。 而修炼难度的高低, 心神藏最是难以修炼, 皮神藏则相对来说最容易。 将我开发的便是皮神藏, 只要开启了一丝丝, 那便是一阶仙人。 所以, 同样是一阶仙人, 实力差距会很大很大。 开发皮神藏, 那统一的好处便是皮如仙金, 利润难伤, 而在开发神藏的过程中, 还会觉醒一些特有的能力, 或者说是神通。 比如我, 万和仙人笑了笑, 伸出手, 只见手掌上竟有一个个符纹浮现, 然后一道道尖刺从皮肤中渗出。 叶言不由动容, 这尖刺十分可怕, 哪怕只是看上一眼都让他有种灵魂都要被撕碎的感觉。 这就是我在开发皮神藏时得到的神通。 万和仙人说道, 然后浮纹暗灭, 尖刺也收了起来。 那如何开发神藏呢? 叶言虚心请教, 这, 万和仙人沉淫于下, 然后摇摇头, 叶道友, 不是我邪迹自真, 而是人体神藏玄而又玄, 我时事无法展示给你看。 至于开发之法, 这需要将神藏句话, 方能让你揣摩出一二来, 但我并没有将皮神藏开发到极致, 便无法句话了。 双引耗点, 否则我收了那么多的弟子, 怎可能一个都没有成仙的? 你还挺实诚的, 都字接短处了, 一人点点头, 难怪万和仙人的弟子无数, 九接的亦不在少数, 却一个都没能成仙, 可见成仙之难。 你刚才说除了九大神藏之外, 还有别的神藏? 他突然问道, 万和仙人点头, 不错, 其实人的身上到处都蕴藏着神藏, 比如眼睛, 便可开发出眼神藏。 我年轻时行走天下, 见过开发出眼神藏的仙人, 左眼阴, 右眼阳, 可分别射出大日神光和绝阴神光, 轻易斩杀同阶。 所以, 你若是遇到非九大神藏体系的仙人, 务必得小心谨慎, 说不定对方便拥有可怕的神通。 夜言点点头, 脸上却露出期待之色, 真想和这样的天才交手。 见夜言没打算再问下去, 万和仙人不由关心起自己的事情来, 道, 夜道友, 你觉得我这次的表现如何? 还不错, 夜言重肯定道, 不管万和仙人是因为何种原因而大意灭亲的, 但既然做了, 那确实还不错。 万和仙人顿时大喜, 地府使者说他还不错, 那肯定会替他美言几句, 到时候他便能在地府谋个好差事。 我得走了, 夜言起身, 来这里的时间也不短了, 王雪晴诸女肯定会担心的。 吃了饭再走吧, 万和仙人音音相邀, 他有意与夜言交好, 这位可是连阴差都破例开口说话的存在, 在地府中的关系必然硬得很。 现在他还有境界上的优势, 但进了地府之后呢? 蒋八杰都没有门路了, 所以, 他得称现在使劲递交好, 不必了, 夜言摇头拒绝, 见夜言态度坚决, 万和仙人也不好再劝, 虽然心中暗叫可惜, 但也只有把夜言送出去的份了。 不过, 当初宫殿, 只见三名风采夺人的男女正站在门口, 有的是花甲老者, 有的却是豆蔻少女。 万和仙人却是一领, 拱手道, 三位道友。 道友, 夜言立刻明白, 这是上城的另三位仙人。 真以为万和仙人如此平易近人, 见人就叫道友的。 他是误会了自己的身份, 这才以道友相称, 否则高高在上的仙人岂可能与凡人平备论交。 有这样的仙人, 但绝对不可能是万和。 那三名仙人亦是拱手, 然后纷纷盯着夜言, 脸上不眼好奇之色。 他们都听说了夜言闯进万和仙人到场大打出手的事情, 可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万和仙人居然没有发作, 而是清理了门户, 还把夜言奉为了贵客。 万和是中邪了吗? 可看看万和, 神清气爽, 丝毫不像是中邪了。 那问题便应该出在夜言的身份上, 这凡人有着惊人的背景, 让万和都不得不巴结。 万和道友, 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小朋友吗? 风霉仙人笑道, 她便是四仙中唯一的女子, 看上去不过豆蔻年华, 浑身都是散发着青春活力的气息。 第554章仙人道, 万和仙人其祸可居, 哪可能暴露夜言的身份? 她只是淡淡一笑, 这位是夜言夜小友, 颇有天分, 我动了收徒之念。 她一边说, 一边则是以神识向夜言解释, 夜道有身份敏感, 还是不要曝光的好, 我只是为你打个埋伏, 还望夜道有莫怪。 夜言只是微笑, 显得很是高深莫测, 风霉仙人等自然不会相信, 但万和仙人不说, 难道他们还能低贡不成? 三人面面相去, 都是在心中有了定论, 夜言必然身份不凡, 但万和仙人不愿与他们分享, 所以才会隐瞒不说。 你不说, 难道他们不会自己打探吗? 呵呵, 夜小友, 我让白鹤带你下去。 万和仙人招了招手, 刚才那只大白鹤便飞了过来。 夜言想了想, 点头道, 好, 他本想直接跳下去, 在快要落地的时候张开自身天地, 这样是不是便可以免受掉落伤害了? 但万和仙人既然要用白鹤送他, 他也懒得拒绝了。 他跳上白鹤的背, 这头一琴震翅, 立刻破空飞出。 万和, 你不讲义气啊, 太风仙人摇摇头, 此人定然身份不凡, 否则你能如此忍他。 万和仙人只是笑了笑, 他不说, 你们还能猜测此此乃是地府使者吗? 不可能的, 我真的只是动了收徒之面。 他还是解释了一句,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太风仙人等皆是冷笑, 他们认识多少年了, 还想在他们面前撒谎。 你不说吗? 那就去探探另外一个人的口风, 那小子顶多几百岁, 吃过的饭还没有他们吃过的盐多, 肯定三两下就被他们全部掏了出来。 此仙人各有自己的心思, 彼此笑笑, 皆是返回自己的宫殿。 一言成座白鹤, 绕过中城之后, 便向着下城飞落下去。 很快, 白鹤停在了执法队的大牢门口, 正好是在着他离去的地方。 正久等人还在等着他, 看到他的时候, 不由都是松了口气, 更是充满了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呢? 此人打了仙人的弟子, 居然还能安然无恙地跑回来。 你是仙人家的亲戚吧? 叶兄, 事情解决了吗? 正久迎了上来, 连忙问道, 叶言点点头, 原兄已除, 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凶案发生了。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松了口气, 这下太阳城就真的安全了, 只是, 你都把原凶除了, 又是怎么若无其事地跑回来的。 什么时候仙人也开始讲理了, 难道叶言真有什么恐怖的背景吗? 这么一想, 他们看向叶言的目光不由带上了敬畏。 叶言也懒得跟他们解释 其实是万和仙人误会了他的身份, 但这位仙人到底误会了啥他也不清楚, 所以解释了其实说也不清楚。 他回到自己家中, 娇妻们都已经望眼欲穿了。 他将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众人默不泽泽称奇, 万和仙人究竟将你误会成什么人了? 他们都是无比好奇, 叶言摇摇头, 对仙界的了解太少, 也无从推测起。 万和仙人的误会应该是始于他的一句下面, 他明指的下诚, 暗指的则是下诫, 万和仙人显然知道他有暗指, 但对方理解的显然不是下诚了。 那又是什么呢? 而且, 他哪怕向对方打探酒大神藏的事情, 对方也没有因此生疑, 这就是多多怪事了。 万和仙人近乎是在拍他的马屁, 所以肯定认为他来头非凡, 但哪个地方出来的人明明身份高贵无比, 却连九大神藏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不是十分矛盾的吗? 可惜, 不能当面向万和仙人询问。 突然, 祥瑞之气漫天而生, 庭院终于朵朵些花怒放, 千阴阵阵, 引得众人都是抬头而看, 只见一名彩衣仙子从天空中缓缓飘落下来。 风雷仙人, 他怎么来了? 叶炎的眸子微微一紧, 想到万和仙人误会了自己的身份, 是不是将他也给误导了? 而看到风雷仙人时, 助女倒是神色平静得很。 他们最起码也是圣人, 有两个甚至还是大帝, 从独一无二性来说, 大帝可要比仙人稀罕多了。 就一个太阳城便有四位仙人之多, 而大帝呢? 一个天地, 一个时代便只有一位, 五若以宁与西这一届五帝并列, 那是机缘巧合, 而且还有夜言的参与, 只是特例, 并不能说明大帝就变得不值钱了。 强者自然有强者的心态, 他们自然不可能对一鸣一阶仙人心声敬畏。 尤其是五若以宁与西, 他们都有成仙之姿, 对方只是比自己早一步跨进了仙境, 又有什么好震惊的呢? 风为仙人见众人都是一脸平静的模样, 不由心中一惊。 正常来说, 哪个凡人见到仙人不得激动到头皮发麻? 可这些人倒好, 完全没有一丁点的敬畏和狂热, 反倒让他浮想连篇, 他们是不是来自什么超级大势力, 才会一点也不将仙人放在眼里呢? 果然, 万何仙人如此重视这个叫叶炎的年轻人是有道理的? 只是, 对方究竟是什么来头? 他露出笑容, 道, 之前匆匆一见, 未能与叶小友详聊, 所以特意过来找叶小友, 叶小友不会介意吧? 他看着不过十八九的模样, 却一口一个叶小友, 让人听着十分别扭, 但想想这位仙人至少也是几十万, 万岁, 甚至几百万岁的老怪物, 那确实有资格叫叶炎小友了, 毕竟, 算上叶炎前九世的年龄, 在绝大部分仙人面前都还是个弟弟, 风雷仙人有什么事吗? 叶炎直接问道, 这是什么代客之道? 风雷仙人付匪道, 这么生硬地切入, 让他准备好的许多说辞都派不上用场, 而且, 他是高高在上的仙人, 能够在毫不知底的情况下对几个凡人羡慕吗? 落下连跑到这里, 他已经很不顾脸面了, 实在难以做出更进一步的事情, 除非能够证明叶炎的价值之大确实值得他如此做, 就在这时, 一向又生, 只见一道金光从天扑落而下,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仙也从金光中走了出来, 气宇轩昂, 正是陈山仙人, 第555章好处, 呵呵, 风雷道有道得好早, 陈山仙人先看了风雷仙人这妙邻女子一眼, 然后笑着说道, 似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又似在嘲讽一般, 风雷仙人的脸色微微有些难看, 之前三人又曾商量了一下, 决定过两天一起找叶炎探探口风, 结果呢, 他转头就过来了, 不是打脸吗? 但他立刻也笑了, 我确实一个人先跑了过来, 你又何尝不是? 如果不是他早来了片刻, 现在嘲讽的人应该便是自己了, 还是太风仙人老是, 说要过几天在一起来就真的, 耐心等待了, 两位仙人互看一眼, 皆是心照不宣帝一笑, 既是一样的人, 何必互相伤害呢? 叶小友, 可否坐下来聊聊, 陈山仙人说道, 有什么好聊的, 不过, 这二人特地从上城下来找他, 不跟他们聊上一聊的话, 估计这二人也不肯走了, 叶炎点点头, 二位请进, 风雷与陈山两位仙人进了屋, 林丹烟立刻泡了香茶送上, 但没舍得用万和仙人给的好茶, 而是随便买的, 两位仙人喝了一口, 不由微微皱眉,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喝到这么劣质的茶了, 但, 他们又不是来喝茶的, 叶小友, 不知道你是从何人, 风雷仙人放下茶杯问道, 他自然知道叶炎在万和仙人的道场大打出手的事情, 凡人竟有这么强的战力, 太罕见了, 所以, 此人必是师出名门, 而且背景太强大了, 让万和仙人都不得不低美, 叶炎淡淡一笑, 没有拜师, 全是自己瞎琢磨的, 这也是大实话, 九州的五道之路便是他一手创造的, 谁人可做他的师父, 可风雷仙人与陈山仙人互相看了眼, 皆是露出不幸之色, 自己琢磨, 怎么可能, 没有一位强大的仙人悉心教导, 你的法力怎可能如此浑厚, 你的神通怎可能如此强大, 这小子的口风倒是挺紧的, 吃了, 没给他好处, 两人恍然大悟, 风雷仙人取出一只瓶子, 笑道, 叶小友, 你虽然战力不凡, 但毕竟只是九阶凡人, 这叫雷瓶, 是我采集天雷淬炼而成, 在对敌的时候, 只要把瓶塞拔出, 将瓶口对准敌人, 天雷便会汹涌而出, 斩杀敌人, 陈山仙人不由神情大动, 风雷道友, 你还真是大手笔啊, 他好像怕叶炎不识货, 解释道, 叶小友, 这可是风雷道友采天雷之精粹而炼成的, 一万年都未必可以采满一瓶, 其威力, 甚至可以对一阶大圆满的仙人都造成威胁, 风雷仙人本身不过是一阶初七, 可他采集的天雷居然可以威胁到一阶人满, 足以证明这天雷的可怕了, 而且, 天雷如此可怕, 那采集时又有多难, 连一阶圆满的仙人都能重创啊, 所以, 采集这天雷可是让风雷仙人冒着重伤, 甚至陨落危险的, 这么一看, 风雷仙人真是大手笔了, 夜言也动容, 向着风雷仙人拱手, 多谢风雷仙人, 风雷仙人微微点头, 叶小友不必客气, 陈山仙人则是摇摇头, 风雷道友如此大手段, 让我之前准备好的礼物也不好拿出手了, 也罢, 这块浮骨就当是见面礼, 送给夜小友了, 他取出一块瘦骨放在桌上, 但瘦骨上面布满了符号, 仔细一看, 却使无数的法力凝聚而成, 这是我得自一个远古一记的浮骨, 其重无比, 若不用法力抵消其重量, 别说这张桌子了, 便是你这院子都会因此审下地面而挤账, 不过, 上面的神通我参悟不出来, 放在我身边也是突然让我浪费精力, 不如送给夜小友, 也许以后夜小友可以参悟出来, 风雷仙人一时动容, 向夜言道, 夜小友, 陈山道友也是大手笔, 这是某种鲜兽的浮骨, 正常来说, 我们根本无法猎杀, 买也买不起, 夜言点点头, 亦向着陈山仙人拱手, 多谢陈山仙人, 两位仙人都是送出了贵重的礼物, 夜言也收了下来, 双方的关系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在聊起来的时候, 还真像是长辈和小辈似的, 夜言根本没什么深厚的背景, 其实对仙界也完全不了解, 所以他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微微点头, 不冷不淡地说上两句, 可风雷, 陈山二仙先入为主, 认定夜言来头极大, 所以这样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反倒是挥沫如深, 让他们心中越发地肯定了, 说了好一会, 两位仙人便告辞离去, 夜言送他们到院子里, 两位仙人皆是冲天而起,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咻,咻, 两名仙人已经出现在了上城, 风雷道有, 我配合得不错吧, 陈山仙人笑道, 风雷仙人奄然一笑, 送给夜言的雷平其实远没有陈山仙人说的珍贵, 他至少还有几百平力, 因为他修炼的便是风雷之道, 对他来说, 采集淬炼天雷只是花点时间的事情, 你那块俘古是在赤城拍卖会上 逃到的便宜货, 原以为捡了个漏, 没想到其实只是半块, 根本无法参悟出任何神通, 其实一文不值, 他也道出了实情, 哈哈哈哈, 陈山仙人大笑, 不过, 那块俘古的等级却丝毫不假, 至少也是五阶, 我可不算骗人, 如此一来, 我们与那小子也算打好了关系, 不管万和在图谋什么, 都休想把我们甩掉, 嘿嘿, 夜言回到屋中, 雷平直接收进了自身天地之中, 福古则是依然放在桌上, 他在参悟上面的符文, 不是福古本身的, 而是陈山仙人不下的, 就现在来看, 仙界的法术都是建立在对于法力的运用上, 意义万万的不同组合, 可以形成千奇百怪的神通, 陈山仙人布置在福古上的法力便是某种神通, 可以抵消福古本身惊人的重力, 他号陈山, 显然是钻研地属性神通的, 更加具体的话, 应该是与重力相关, 夜言栏栏, 端看他布置的符文可以抵消重量就知道了, 如果陈山仙人听到他的分析, 必然会大惊, 夜言这举一反三的聪明镜也太惊人了, 福古上的符文高深, 但陈山不过是一阶仙人, 他的法力组合, 我也许可以反推出来, 一位仙人最最重要的二级是, 第556章破解, 夜言性质勃勃, 开始反推起陈山仙人的法力组合, 仙人都有一个主公的方向, 像风雷仙人便是主公风属性, 陈山仙人是地属性, 万和仙人则是水属性, 太风仙人自然也是风属性, 从他们的名号就可以推断出来, 但哪怕属性一样, 可演化的子方向依然太多太多, 决定仙人主公方向的, 其实是第一个开发出来的神藏, 神藏开发出来后, 仙人会觉醒某种神通, 好像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这些都是万和仙人, 还有后来的风雷, 陈山两名仙人告诉他的, 这在仙人的圈子里乃是常识, 可对页岩来说却是宝贵的知识, 三十六种基础识之上, 便是二级识, 基础是只有区区三十六种, 但二级识却无穷无尽, 而一名仙人与其他仙人的不同之处, 便在于二级识, 一名仙人最最宝贵的, 就是其特有的二级识, 这是形成他所掌握神通的基础, 解析出一位仙人的二级识, 便可以反推出对方的神通, 轻易掌握, 也可以轻易破解, 陈山仙人绝对不会想到, 他送的这块福古珍贵的并非福古本身, 而是他留下的神通, 原本, 仙人哪会将自己的神通展示给人看的, 战斗的时候, 神通一用就消失了, 可偏偏, 陈山仙人以神通来抵消福古的重量, 这就让页岩可以慢慢参悟, 在陈山看来, 他只是留下了几个简单无比的符文而已, 根本不用担心会把自己的牢底泄露出去, 可他遇到了页岩, 连人本不存在的五道都可以开辟出来, 在他的符文中找出二级识又有多难, 页岩废寝旺识地研究起来, 但这毕竟是仙人留下的神通, 岂是那么容易参悟透的, 想要解析出其中的二级识太难了, 页岩却失了此不疲, 他先进行分解, 把符文拆解成基础识, 再试着去组成二级识, 这有无穷的可能, 但因为有线识的符文放在那里可以对比, 参悟, 就让无穷的可能变成了有线种, 不过, 他还没有参悟出来, 清仙宗派来接仙人种子的飞行船便已经到了, 页岩让其他人都留在太阳城, 与另四名种子一起上了船, 再加上两名学院老师的陪同, 他们便向清仙宗而去, 飞行船在天空中飞行, 无视一切障碍, 不但速度极快, 而且不分昼夜都在飞行, 仅仅只是两天之后, 飞行船便来到了清仙宗, 清仙宗坐落于清风山中, 有一主风, 高耸入云, 完全看不到顶, 而主风四周则有一座座悬浮的山峰环绕, 树一数, 恰好是和周天之树的360座, 这些悬浮的山峰还在慢慢绕着主风转动, 还上下浮动, 明明只有360座, 却仿佛可以演化无穷可能性似的, 一眼眼睛一亮, 这是一座护山大阵, 变化无穷, 玄妙深奥, 可惜, 光是这么看可没有办法参悟出来, 他们没有进入主风, 而是飞上了其中一座悬峰, 这与主风对比起来很小, 但实际上却是大的惊人, 比整个太阳城都要大得多, 他们停在一座宫殿的广场上, 而就在他们下船的一会, 便见有几艘飞行船离去, 又有几艘驶了过来, 意识走下了几名年轻人来, 太阳学院的, 一名道童了过来, 手中拿着一根浮尘, 一扬, 随我来, 他引着太阳学院的七人进入宫殿, 安排他们住下, 五名学生一间屋, 两名老师一间屋, 安排好住处之后, 那道童只是警告他们一声不得乱走, 便飘然离去, 完全没有与他们多说两句的意思, 你们千不要出门, 我们去打探消息, 两名老师说道, 他们已经带队参加过好多次先缘大会, 也认识了一些人, 熟门熟路, 到晚上的时候, 两名老师回来, 将他们叫到一起, 每次先缘大会, 清先宗都只会收拾到二十名弟子, 这次出了好多天赋超着的天才, 不容乐观, 后天开始先缘大会, 你们遇到这几个人一定要避开, 不要与他们相争, 记住了, 左知语, 赵恒, 胡不归, 河柳, 金九九, 这五人必可以得到清先宗的青睐, 你们遇到他们的时候, 尽可能的与他们打好关系, 哪怕不能成为朋友, 但也绝不可能成为敌人, 听两名老师说的这么慎重, 除了叶炎之外, 另外四人都是连连点头, 打定主意绝对不能跟这五人为敌, 叶炎则还在研究陈山仙人留下的符文, 他已经推演了三十多万种二级式的组合, 而大概还有五万种的组合, 快推演出来了, 见叶炎老神在在, 两名老师除了瞪一眼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叶炎的实力还在他们之上, 他们能咋地, 这家伙不知道在干嘛, 整天抱着一块浮骨发呆, 已经好几天没有睡了, 黑眼圈重得都要担心他会不会猝死, 明明很有希望获得先缘的, 你居然自暴自弃, 两名老师很是无语, 一夜过去, 叶炎的黑眼圈又中了几分, 但他却是露出了狂喜之色, 成功了, 他解析出了陈山仙人的二级式, 他兴奋无比, 随手向着一只杯子指了过去, 扑, 一股无法形容的重力压迫之下, 这只杯子立刻粉碎, 化成了鸡粉, 叶炎摇摇头, 这杯子又不是什么宝物, 实在难以判断这技法术的威力, 他出门, 要寻找足够坚硬的物体来做测试, 叶师兄, 叶师兄, 另外四名学子连忙叫道, 想要阻止他, 可眼前一花, 叶炎已经跑得没影了, 怎么办, 自人面面相去, 我们已经劝过了, 他不听是他的事情, 对, 跟我们无关, 自人关上门, 按照那两名老师的吩咐, 将自己关了起来, 免生事端, 一眼跑出宫殿, 来到广场边, 这里全是一块块巨大的山石, 他随便选了一块, 神通发动, 砰, 一块足有人高的山石瞬间就化成了鸡粉, 他在一拳轰出, 打在边上的一块山石上, 啪, 山石只是列出了几条缝而已, 这里的山石不是普通的石头, 而是被炼化过的, 十分坚硬, 至少九阶凡人很难破坏, 但是, 用上陈山仙人的神通, 却是轻易就将枝粉碎了, 不愧是仙人法, 叶炎不由兴奋, 虽然动用这门法术让他的法力消耗极大, 但他的法力太浑厚了, 至少还能用上百计, 陈山仙人做梦都不会想到, 自己最最核心的东西, 居然被叶炎花了十几天的功夫就破解了出来, 否则的话, 他万万不可能把那块福谷送给叶炎, 至少也不会留下自己的符文了, 第557章目打, 叶炎心满意足, 但一股强烈的疲惫感袭来, 让他只想大睡一觉, 十几天没睡了, 酒皆凡人气血旺盛, 活力惊人, 但毕竟不是仙人, 还是有生老病死, 所以, 他亦会感到疲惫, 困意袭来, 他索性坐了下来, 呼呼大睡,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听到边上有人在窃窃私语, 师兄, 这样不好吧, 杨师姐知道了会生气的, 一个女子声音说道, 我与杨师妹只是普通的同门关系, 对你才是真心的,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一个男子的声音跟着传来, 真的吗? 女子充满了惊喜, 自然是真的, 男子肯定地道, 接着就是支支吾吾的声音, 好像在亲嘴儿, 夜言咳嗽一声, 坐直而起, 有人, 那对男女立刻下得分开, 只见就在四丈开外居然坐着一个人, 距离这么近, 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呢? 夜言入睡时自然张开了自身天地, 一个人在外面, 岂能没有点防备? 这二人一直久接凡人, 完全不可能看破自身天地, 所以, 直到夜言主动收起自身天地时, 才终于看到了他, 你看着夜言, 那男子不由露出了无穷的杀气, 他脚踏两条船, 一边在勾引身边这女子, 一边与杨师妹意识缠缠绵绵, 但他手断了德, 油润有余, 可被人撞破了奸情, 那对方一旦说出去, 那两女都要跟他翻脸, 所以, 他脑海中涌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杀人灭口, 此人十分陌生, 应该是来参加仙缘大会的, 这种人死几个根本没事, 又不是清仙宗的正式弟子, 没有人在乎的, 讲到这里, 他猛的爆发杀机, 一只长剑已是直在手里, 向着夜言斩了过去, 空, 一头活鸟打出, 振翅而舞, 嘖嘖, 这是要杀人灭口吗? 夜言摇摇头, 是清仙宗如此, 还是整个仙界都这样, 只中神通不中战斗技巧的, 对敌只知道拉开距离轰法术, 一旦被近身了, 便会无比得被动, 几乎便等于失败了, 他不是觉得法术不好, 而是这太偏刻了, 得一条腿神通, 一条腿战斗技巧, 两条腿一起走, 才能够站得稳, 行得快, 他脚下动, 如风驰如电掣, 直接绕过了火鸟, 切到了那男子的身前, 那男子大惊失色, 连往脚下一点, 向后击退, 夜言摇摇头, 只顾着自己跑, 女伴都不管了, 薄琴, 他脚下在动, 向着那男子追去, 一拳直轰对方的面门, 那男子一退再退, 可那只拳头却始终不离他的鼻尖, 让他冷汗直流, 可万般法术神通都已经不及施展,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便是继续退, 他退到了广场上, 只见夜言一笑, 拳头突然爆发出可怕的法力风暴, 一下子就把他轰飞出去, 巧的是, 他身后正好有一堆人, 漠然如炮弹一般撞过去, 好多人都是猝不及防, 顿时被撞得人仰马翻, 砰, 那男子摔在地上, 还想抬头, 却没能抬得起来, 直接晕死了过去, 这时可以看得清楚, 地上躺着的可不止他这么一个, 还有好几个人力, 而一名少年站在人群之中, 一副闭逆的模样, 那男子如此撞进来, 仿佛在挑衅, 又仿佛在下战书, 人群中的少年立刻向着夜言的方向看了过去, 抓, 众人也起起扭头, 目光落在夜言身上, 你这是在挑衅我吗? 少年露出一抹狂热之色, 哈哈, 还有人敢挑衅我? 不错, 不错, 来, 看我怎么打翻你, 围观诸人也不由兴奋, 纷纷给夜言加油助威, 这人在这里挑战, 已经连败了十余人, 实力强点就强点, 可他太嚣张了, 满嘴都是臭不可闻, 这位兄台, 看你得了, 打倒他, 给他一个教训, 嘿嘿, 可别打不过啊, 那就丢人丢大发了, 但也有人说着风凉话, 打击着众人的热情, 是啊, 这家伙是寒风学院的周宇成, 虽然才三百多岁, 但法力不知怎的却浑厚得下人, 明明已经打败了好多人, 可依然法力绵绵无穷, 他的神通也十分强大, 而且范围很广, 刚刚他打败那么多人, 分别用了九种神通, 而且横跨地水烽火四大属性, 这意味着他的法术很难被针对, 可以根据不同的对手, 不同的神通进行调整, 不会出现被克制的情况, 少年周宇成大步走了过来, 他看着不过十八九岁, 却已经有三百多岁, 但因为九阶凡人的寿源高达万载, 他也一直是在修炼中度过的, 所以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他都与少年无异, 他有些期待, 这些家伙都太废材了, 被我打倒几个之后便没有敢与我过招, 你很不错, 至少勇气可加, 夜言笑了笑, 你误会了, 我只是刚好把这个人奏飞, 倒不是要挑战你, 周宇成眉毛一挑, 刚说你勇气可加, 你就当起了缩头乌龟, 这少年的嘴真是欠抽, 夜言摇摇头, 既然你非要找奏, 我便成全你, 你这嘴还真是欠抽, 周宇成评价道, 你也差不多, 众人在心中说道, 付费不已, 不过, 夜言应战, 应该会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吧, 周宇成停在夜言身前十丈处, 对于九阶凡人来说, 这个距离是最佳的攻击范围, 尽可攻退可守, 夜言勾了勾手指, 来吧, 周宇成大怒, 你这是摆出指点我的姿态吗, 太嚣张了, 他大吼一声, 口中吐出一道黑气, 向着夜言卷了过去, 黑气的速度很快, 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夜言面前, 只见一口漆黑如墨的剑竟是从黑气中射出, 无声无息地打向夜言的眉心, 这才是真正的杀招, 一般人遇到这招, 肯定早早就出手轰击, 要把黑气轰退, 但这就正中中雨成的套, 黑气根本只是烟雾弹, 你花费力量去驱散, 自然无法再阻挡真正的杀招了, 众人都是齐齐抽到凉气, 闻心自问, 若是自己遇到这一招又该如何化解, 这么一想, 他们都是直流冷汗, 无解, 第558章13层法力防御, 还好, 不用自己来面对这一招, 众人都是看着夜言, 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化解的, 又能化解吗, 夜言眼睛一亮, 这一击有些水准, 他运转法力, 瞬间组成基础式, 这已经被他练得熟练无比, 无数的基础式在组合, 化成了一门法术, 空, 一道雷电打出, 化成了一柄雷霆之剑, 剑对剑,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空, 又黑的光芒与闪电奇耀, 然后双双湮灭, 这一击, 平分秋色, 众人漠不哗然, 只觉难以相信, 不是夜言打出这计神通的威力, 而是他打出神通的速度之快, 法力要变成神通, 需要先组合成基础式, 再以基础式去组成神通,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对基础式和进一步的组合越是熟练, 那这个时间就越是短, 可夜言这速度也太快了, 快到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 哪怕好多人提前将法力组成了基础式, 可基础式意要以无比复杂的方式组合, 方才可以化为神通法术, 亦远远不可能像他这么快的, 就好像, 夜言长了几万甚至几亿的脑袋, 在同时发挥作用,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法力完全构成, 怪物啊, 咦, 周宇成意识一愣, 然后笑道, 难怪敢向我挑衅, 原来你在法力组构上的造诣这么深, 不过, 打出神通快固然有优势, 但也只是优势罢了, 论战力, 还得看谁的法力更加浑厚, 掌握的法术更加高深, 火焰剑, 他右手一阵, 轰, 法力凝聚, 化成一把火焰长剑, 含冰刀, 他在喝一声, 左手一阵, 法力化成一把含气森森的冰刀, 风逆, 他在喝一声, 背上长出了一只风之翼, 一阵, 他竟是凭空飞了起来, 众人都是大惊失色, 周宇成竟同时运转了三门神通, 此人的法力真是浑厚的可怕, 再来, 周宇成长笑一声, 风逆震动, 他主动向着夜岩杀了过去, 刷刷刷, 左手刀右手剑, 冰霜与火焰起舞, 而风逆不但让他可以飞腾于空, 编译更是由一道道锋刃组成, 锋利无比, 这一是大杀器, 三门神通, 三管齐下, 他仿佛化成了三人, 而且还是配合的无比默契得三人, 攻势之可怕可见一斑, 他没有与其他修者那般拉开距离轰神通, 而是要贴身近战, 战斗风格迥异, 夜岩危险惊讶, 本以为仙界就没有人会近战, 现在却突然冒了出来, 有意思, 看看你的水平如何, 他也双手一震, 嗡, 法力由变全身, 挂成一层金属盔甲, 夜岩长身一跃, 已适应上了周宇成, 双拳连轰, 说到战斗技巧, 谁能与他这个九世大帝相比, 砰砰砰, 两人不断地对轰, 咦, 你居然也是战绩流, 周宇成危险惊讶, 真没想到, 在这个神通流战主流的世界中, 还有与我一样的战绩流, 他出拳羊腿, 风力横扫, 好像全身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化为武器, 稍有不慎就会被他抓住机会一波带走, 不过, 无论他的攻击有多么刁钻, 多么出其不意, 但夜岩总可以轻轻松松地挡下来, 说到近战, 他才是王者,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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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宇成不断地轰击, 但无论火箭冰刀, 又或是锋刃, 打在夜岩的身上都被他身上的盔甲挡住, 无法破开, 伤到夜岩的肉身, 周宇成却没有变招, 而且继续这么狂攻, 百鱼姬之后, 只见夜岩身上的金属盔甲布满了冰霜, 又有一道道暗红色的烧痕, 再被锋刃一击, 筐筐筐, 竟是碎开了, 不过, 盔甲碎片还没有落地变重化为能量重归天地, 周宇成哈哈大笑, 你以为你的防御是无解的吗? 错, 我以冰火冲击, 让金属性的原力催化, 再以锋刃一击, 自然就破了你的这层防御, 我已经发现了你这门神通的法力组合之法, 那么, 我再要破解你的这层防御只是简单的一刀一剑罢了, 剑在, 你怎么挡我, 他气势汹汹, 刀剑在斩, 众人都是神魂皆夺, 震害得无以复佳, 原来, 法术还能这么用的, 是啊, 金属同时受冷又受热, 不是会变得奇脆无比吗? 再以力气机之, 自然轻易就粉碎了, 这是自然规律, 可自然规律居然也能用在法术上, 用在神通上, 众人目瞪口呆, 只觉好像打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一人一时暗暗点头, 就不知道这是周宇成自己领悟出来的, 还是谁教他的, 如果是前者, 此人就争得不凡了, 不过, 展开他一层法术防御就很厉害吗? 他笑了笑, 心念一动, 在深周再次布下了一层法力盔甲, 你还不死心, 周宇成傲然说道, 好, 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 鬼还没有出口, 只见叶炎的这层金色盔甲之上又套了一层盔甲, 然后又是一层, 瞬间就套上了13层, 来, 叶炎露出憨厚的笑容, 尼玛, 这怎么破, 周宇成都是目瞪口呆, 他找到了叶炎形成这层防御神通的法力组合方式, 再以兵, 火相克, 可以瞬间破掉一层防御, 但是, 13层, 他破开防御又不是不消耗法力的, 可认他的法力如何浑厚, 又能够一口气展开13层防御吗? 不能, 虽然周宇成吉不想承认, 但他自存最多连破三层法力盔甲, 他的法力剑和刀也会消耗殆尽, 必须重新凝聚, 可他重新凝聚法力刀和剑的空隙, 难道叶炎便不能重新布下法力盔甲吗? 当然可以, 退一步说, 这家伙可是布下了整整13层法力盔甲啊, 哪怕任他重新凝聚法力刀和剑, 他也要连续砍上三四次才行, 你是什么怪物啊, 法力怎么能够浑厚到这样的地步, 同时张开13层防御的, 周宇成真的惊到了, 半张着嘴, 手里的刀和剑却是怎么也挥不出去, 这打毛啊, 可只是他, 其他观战者也是一脸被吓到的表情, 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 来啊, 叶炎催促道, 他还等着对方破他的法力防御呢, 第559章声明扬, 来什么, 周宇成真想破口大骂, 你这13层防御谁能够轰得开, 哪怕左支与那几个妖孽也不过如此吧, 说不定还不如面前这个家伙里, 不打了, 他垂头丧气地道, 我破不了你这乌龟壳, 太夸张了, 哪有13层的, 他同时运转三门神通已经非常惊人, 说明他的法力之魂后远超常人, 但和这个能够同时施展13层法力防御的家伙一比, 又是小屋见大屋了, 你是怎么修炼的, 夜闪点点头, 便要回宫殿, 却被周宇成叫住了, 打败我的人, 你叫什么, 他问道, 叶炎, 叶炎随口道, 周宇成拦拦了两遍叶炎的名字, 然后点点头, 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原以为我已经将法力淬炼得足够浑厚了, 但现在则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会继续努力, 日后再向你挑战, 好, 叶炎答应道, 他起步再走, 这回周宇成便没有再阻拦他了, 走了几步之后, 叶炎猛地反应了过来, 他的法力为什么远比普通的九阶凡人浑厚, 不是因为功法的关系, 也不是他淬炼得次数之多, 像玄水诀这种功法在先界必然一点也不珍贵, 只要可以进学院就能得到, 而向周宇成活了几百年, 日日都在修炼, 淬炼法力, 难道会比他的次数少吗? 真正的原因在于叶炎达到了大地境, 在九州的时候, 抛开法则不谈, 大地也要比圣人强出至少十倍, 这是怎么来的? 毕竟高了一个境界啊, 先界没有大地境, 但叶炎曾经修出过这个境界, 意味着他比先界人都要多出一个境界, 至少也能顶半个境界, 所以他能够容纳的法力自然更多, 再加上他拥有自身天地, 身体与常人自然有着不同之处, 这才筑成了他如此浑厚的法力, 哪怕换成五洛乙, 明与希这两位女帝, 她们的灵力储量自然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九阶凡人, 但绝不可能一次运转出如此多来, 因为身体无法支持, 除非她们可以修出自身天地, 从这点来说, 文玉才是最最接近他的人, 周宇成以为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可无法突破大地境的话, 他相当于少了半个境界, 又如何能够将法力总量提升, 而且, 没有自身天地的支持, 法力也不可能变得更加浑厚, 勤加淬炼, 肯定有提升的空间, 但绝不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不要提醒他一句, 一眼扭头看了眼周宇成, 只见这年轻人一脸的神采飞扬, 信心十足, 心道算了算了, 告诉他反倒是在打击他, 倒不如让他留一个念想, 这一战的结果自然也传了出去,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 太阳学院有个怪物能够一次布下13层法力防御, 让叶炼一下子成为于左之与五人并利的超级天才, 13层防御, 广和学院的住处, 一名轻衣男子男男, 如果这13层法力防御都没有水分, 那这个叶炼便真的不容小觑了, 我可以破开吗? 他自问自答, 我以大日剑配合无相天宫, 应该可以展得开来, 不过, 大日剑乃是准仙气, 算是借用了外力, 纯粹只是我本身的实力应该是做不到的, 呵呵, 后天的仙缘大会要热闹了, 我的对手又多了一名, 九区学院的住处, 一名红衣女子目光灼灼, 13层防御, 她充满自信地道, 我施展三叶神功, 定可以一次将之全部烧荣, 再强的防御面对最强的进攻都无济于事, 我定会成为这次仙缘大会的投名, 广号学院的住处, 一名年轻男子正在照着镜子, 他明明胡子拉扎, 不修蝙蝠, 可居然一直在照镜子, 真是奇灾怪也, 但如果谁凑过来也照一下镜子的话, 便会发现镜子中印出来的人却不是他, 而是一团模糊的黑雾, 这年轻人便是胡不归, 要怎么才能破开这样的防御, 胡不归似是在自问, 又好像在问镜子中的那团黑雾, 听你当然不行了, 镜子中的黑雾居然发出了声音, 要不要再借你一点力量, 只要你开口, 无论多强的力量我都可以给你, 胡不归却并没有心动, 反倒哼了一声, 借用你的力量又不是不用付出代价的, 我可不想将灵魂交给你, 黑雾没有在说话, 只是团团绕动, 从你借用我力量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弥足身陷, 你的灵魂注定是我的猎物, 你, 无法摆脱, 叶炎魂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这次仙人大会的种子及选手, 一回到屋便呼呼大睡, 不过他即使知道自己被好多人盯上了, 他亦不会放在心上, 无论对手是谁, 有多么强大, 他都自信可以击败, 他这一睡就是一天一夜, 带醒过来的时候, 只觉神玩弃足, 说不出的舒服, 而见他醒过来, 学院的两位老师都是松了口气, 还真怕这家伙任性胡来, 连仙元大会这样的大日子也会错过, 叫醒夜言, 怎么敢, 所有修者都知道, 睡着的修者是绝不能碰的, 因为人虽然睡了, 可防御的机制仍在, 而且不分敌我, 哪怕只是一个轻微无害的举动, 在防御机制下也会本能的抱起杀机, 这两名老师都不过是七阶凡人, 真要被夜言轰上一记的话, 死定了, 所以他们便只能等夜言自然醒, 好在他终于还是醒了, 明天的仙元大会, 考题已经出了, 一名老师说道, 其他人我已经跟他们讲解过了, 就差你了, 夜言有些不好意思, 那麻烦老师还要再讲一次, 不麻烦, 不麻烦, 那老师有些受宠若惊, 没想到夜言实力如此之强, 为人却是十分谦虚, 他定了定神, 开始说起了明日仙元大会的细则, 明天你们都将进入一个由仙人开辟的秘境, 在那里经历重重考验, 寻找仙元, 据说, 秘境中有百道仙器, 最终寻道仙器的人都可以成为清仙宗的正式弟子, 而仙器并不唯一, 你获得一道便可留下来, 但获得的仙器越多, 你的排名就会越高, 未来在清仙宗也越受重视, 第五百六十章进入, 这名老师神色疑速, 道不过, 危险的地方也在于此, 在秘境中争夺仙器, 没有任何限制, 这意味着会有生死之分, 而且, 你之前的表现已经让许多人对你生起了警惕, 所以, 必然会有许多人联手针对你, 把你们这几个最强的种子先除掉了, 再慢慢争夺, 围攻, 页岩不有效了, 别说他还有自身天地, 哪怕没有, 以他的实力也完全不具围攻, 想要以人海战术淹没他的话, 又需要多少个周宇成, 至少十个, 但像周宇成这样的高手又有多少, 会联手对付他吗? 再说了, 不是还有左之语, 照横之流吗? 不可能全部盯着他对不对? 退一步说, 就算所有人一起上, 大不了他动用自身天地, 保证将对方全灭, 只是这毕竟是清仙宗, 他也不想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万一有哪个仙人对他的这种能力生起了兴趣, 想要抢夺呢? 一阶仙人他也许可以匹敌, 但来上好几尊呢? 甚至, 还有二阶甚至三阶仙人呢? 清仙宗的底蕴如何? 他可是完全没数, 所以, 还是低调一点的好, 一眼打定主意, 除非危及生命, 否则他绝不动用自身天地, 看看时间, 距离清晨也不过一个多时辰, 他也没有再睡, 而是闭目养神, 那名老师也没有打搅他, 也在一边静坐调息起来, 不知不觉间, 一个时辰巧然而过, 不用两名老师叫唤, 另四名学子已经站了起来, 一脸的期待之色, 若可以拜入清仙宗, 便意味着有成仙的可能, 千人, 长生不死, 千人, 万人崇敬, 大权在握, 再加上长生不死, 谁不想成为如此的存在? 两位老师带路, 将所有人出了宫殿, 一路上亦有许多学院的师生会入过来, 人越来越多, 带来到广场上的时候已经是几百人的规模了, 页言算了下, 一个学院出五人, 现在这里是四百八十人, 意味着清仙宗下辖的城市至少有九十六座, 太阳城差不多有五百万的人口, 再加上还有零散在外的村落, 加起来的有千万人, 这点页言在看了各个时期的城市记录后可以肯定, 如此估算一下的话, 清仙宗管理的人口接近十亿, 这才只是仙界的一个势力罢了, 整个仙界又得多么巨大, 嗡, 这时, 一道仙光闪过, 只见在广场的中空也多一位轻衣男子, 看上去不过三十来岁, 面如关玉, 温文尔雅, 不假外物可凌空, 这是位仙人, 顿时, 众人默不露出狂热之色, 这就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但, 哪怕他们都是一城中最最优秀的年轻人, 可五百来人最多也只有一人能够成仙, 甚至一个都没有, 兼凡这一步太难跨越了, 所以, 仙人高高在上, 每个人一说到仙人, 便会生起由衷的敬畏, 一言则是拿着明清一仙人与万和仙人等人进行着比较, 虽然此人气息不显, 但身后却有一蟒一虎的虚影在交织, 好像在告诉别人, 我乃是一位仙人, 需对我恭敬, 别人也许就只知道他是位仙人, 但也言通过自身天地, 哪怕对方太远, 并不在自身天地的范围之内, 还是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法力, 强不强, 看法力的量就知道了, 很少有人法力浩瀚如海, 可战力却是战五渣, 肯定是境界高了, 才能容纳更多的法力, 叶言便看到这位仙人法力如海, 比之万和仙人都要强出一些, 只是一些, 还没有达到翻倍甚至几倍的地步, 所以, 这位应该也是一阶仙人, 本仙号清平, 精英男子说道, 声音柔和, 让人如暮春风, 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 让众人心中的敬佩和崇敬更增, 叶言却是有些不屑, 清平仙人动了点小手段, 声音中有他的一丝精神力, 去感染, 影响他人, 才会让人生起如暮春风之感, 今天的仙人大会由本仙来主持, 清平仙人顿了一顿, 继续说道, 不过, 虽然其他仙人并没有到步, 可他们都会通过地玄境观看, 所以, 好好表现, 说不定你们没有找到仙气, 却让某位仙人惊赖了, 顿时, 所有学子都跟打了积雪似的, 一个个变得兴奋起来, 叶言则是眉头一皱, 地玄境显然是某种法宝, 可以窥探秘境每个角落发生的事情, 这意味着他若是动用自身天地的话, 可能刚好就被人看到了, 不能用自身天地, 但若是遇到围攻怎么办, 页眼想了想, 不是刚刚才把尘山仙人的二级事解析出来吗? 就用这个, 好, 那本仙就打开秘境通道, 开始今次的仙人大会, 清平仙人一笑, 右手一挥, 只见一道门户便凭空自生, 众学子仙顿了一下, 然后纷纷抢了进去, 先进去的人肯定更可能先找到仙气, 所以自然人人争先了, 但也有几人从容之急, 丝毫不急, 左之羽, 赵恒, 胡不归, 都是这次认为最有仙人的天才, 他们不急, 因为秘境并不禁战斗, 完全可以从别人手里把仙气夺过来, 这次的仙人大会, 可是要持续七天的时间, 足够的, 很快, 人便走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区区七人, 除了左之羽这五个公认的最强种子, 再加上页眼, 最后一个便是周宇成了, 周宇成原本还在等, 不过, 等了一下却不见有人走出来, 他有些不解地环顾一看, 发现只剩下页眼, 左之羽六人时, 他不由吐了下舌头, 笑道, 轮到我了, 哈哈, 不好意思, 没注意, 没注意, 各位请不要放在心上, 待会在里面遇到我, 也请手下留情哈, 说吧, 他一边拱着手, 一边向着秘境之门退去, 满脸笑容, 让众人都很无欲, 有权不打笑脸人, 这小子都如此低声下气了, 自然让人不好意思出手了, 夜言都是微微亚然, 之前看这小子十分嚣张, 似是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没想到还挺滑头的, 看人, 还真不能只看一面,